大家好,我是阿育 今天来分享一个不用糯米粉 不用油炸的南瓜饼的做法 我们先准备一块南瓜 将它的皮给去掉 最好选择这种颜色鲜亮的老南瓜 去皮之后对半切开 将它的瓜嚷也给去掉 再切成薄片 将它放入碗中 放到蒸笼里面 隔水蒸 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将蒸好的南瓜取出 将里面的蒸汽水给倒掉 250克的南瓜 加入50克的白糖 用叉子将它压成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置不烫手的时候 加入酵母两克 将它搅拌一下 再加入面粉250克 用筷子搅拌一下 搅拌成这种絮状 然后再加入玉米油20克 继续搅拌均匀 然后再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面团 稍微偏软一点 揉好之后 将面团收圆 盖上盖子发酵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发酵好的面团 撒上干面粉 给它排气 然后移到案板上面 稍微多揉一下 再下成小剂子 案板上面多撒一点干粉 将小剂子拿出来揉一下 揉匀 然后搓圆 再按扁 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 二次发酵 大概20分钟 发酵好的面团 拿在手上 是轻飘飘的 电饼铛不用刷油 直接将南瓜饼放进去 盖上盖子 小火烙 大概一分钟之后 给它放个面 这个时候底部已经定型了 盖上盖子 继续烙 中间勤翻面 烙至时间大概是10分钟左右 待饼按压一下 立马回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立起来 将整个的饼圈给烙一下 这样会熟得更加的透彻 按压立马回弹 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好的南瓜饼 少油又健康 松软香甜 非常的适合不能吃糯米食的胃不好的朋友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内部结构非常的密实 松松软软的 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感谢观看 我上海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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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